嗨,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赵副校长 今天赵副校长要和同学们分享 五年级科学 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 血液循环系统是血液在体内流动的通道 血液循环系统由血液、血管和心脏组成 并与肺紧密合作 把氧气输送到人体各部分 血液的功能 在人的体内循环流动的血液 可以把营养素输送到全身各处 并将人体内的废物收集起来 排出体外 血液的功能 一、当血液流出心脏时 他把营养素和氧气输送到全身各处 二、当血液流回心脏时 他又将二氧化碳和其他废物 输送到排泄器官 排出体外 血管的功能 血管是人体运送血液的管道 一、运输方向可分为动脉、静脉与毛细血管 血管的功能 一、动脉是从心脏将血液带至全身体组织 二、静脉将血液从身体组织间带回心脏 三、毛细血液 是血液与织间物质交换的主要场所 心脏的功能 人的心脏外形像桃子 位于恒格膜之上 两肺之间而偏左 心脏的功能 心脏主要功能是把血液运行至身体各个部分 心脏不停地有规律地收缩和舒张 不断地吸入和压出血液 保证血液沿着血管朝一个方向不断地向前流动 血液在人体内的作用是什么 一、运输 运输是血液的基本功能 自肺部吸入的氧气 以及由消化到吸收的营养物质 都依靠血液运输 才能到达全身各组织 二、调节体温 由于血液不断循环 因此对体温的恒定起决定性的作用 三、防御保护功能 血液中含有多种免疫物质 能对抗或消灭外来的细菌和毒素 血液也能起凝血和止血作用 所有这些都表明血液对身体具有防御 血液和保护功能 血液循环 血液圆两条主要途径在体内循环 在心脏和肺之间循环 在心脏和肺之间循环 在心脏与身体其他部分之间循环 与运输氧气和养分 血液循环 血液循环的主要功能 是完成体内的物质运输 血液循环一旦停止 身体各器官组织 将因失去正常的物质转运 而发生新陈代谢的障碍 同时 体内一些重要器官的结构和功能 将受到损害 人类的大脑是对缺氧相当敏感的 只要大脑中血液循环停止 三至四分钟 人就丧失意识 血液循环停止四至五分钟 半数以上的人 会发生永久性的脑伤害 停止十分钟 即使不是全部智力毁掉 也会毁掉绝大部分的智力 今天赵副校长就分享到这里 赵副校长希望同学们 随时愉快 加油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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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